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2月18日下午乘专机抵达澳门 出席将于20日举行的《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 继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澳门 当天16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徐徐降落在澳门国际机场 习近平和彭丽媛走出舱门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 澳门警察乐队奏向热情喜庆的欢迎曲现场一片欢腾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石安和夫人会会分陪同下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前来迎接的人员亲切握手 数百名澳门青少年和各界群众代表挥动国旗 特别行政区曲奇和鲜花热烈欢迎习近平的到来 习近平日子赴澳门受海内外高度关注 百余名中外记者在机场等候 习近平走到采访区向在场记者问好 习近平说,我很高兴再次来到美丽的澳门 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 是全国人民关心的又一件大事 我再次来到澳门 感到非常高兴 今年十月 我们隆重的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 澳门 澳门 回归祖国 20周年 也是全国人民 关心的 又一件大事 在此 我代表中央政府和祖国各族人民 向澳门同胞 致以热烈的祝贺 和美好的祝愿 习近平表示 澳门回归祖国20年来 取得的成就和进步令人自豪 祖国人民和中央政府也都敢自豪 认真的 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 取得的 经验 和具有的特色 值得总结 澳门 澳门未来发展 美好的蓝图 需要我们 共同地去 描绘 我在接下来的 几天的行程里 我愿意 澳门各界人士 就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 多多交流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后华 澳门特别行政区 后任行政长官贺一成 澳门特别行政区 现任行政 立法 司法机关负责人等 前往机场迎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办公厅主任 丁薛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王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全国政协副主席马彪 等陪同人员 同期抵达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王毅 先期抵达 中央政府 中澳门联络办公室 主任傅自应 外交部 中澳门特派员公署 特派员沈贝利 部队司令员徐良才 政委孙文局等 也到机场迎接